無人艇在克里米亞外海市 重創了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巡邏艦 我們把時間交給作恆 好 沒有錯 當然我們要來看到 就是在這一次 我們看到無人機跟無人艇 在俄羅斯戰爭當中 是被廣泛的來使用 當然就是希望說 可以小兵力打工 那麼現在烏克蘭方面說 又再傳了一個捷報了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使用了這個無人艇 說是攻擊了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這一艘叫做科托夫號 那麼說這一艘艦隊 在烏克蘭的官方的媒體上的形容 是說他被擊沉了 不過烏克蘭的情報總局 他們並沒有來證實擊沉 這樣子的字眼 他們只說到說 烏克蘭的軍隊使用無人艇的攻擊之下 造成這一艘科托夫號 包含像是在船尾 以及左右旋的部分 是受創相當的嚴重 而其實這一艘的巡邏艦 它的價值要來到了6500萬美元 可以說是相當的高 而這一次整個行動 當然也是宣示的意味相當的濃厚 因為其實過去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就被認為說是一個佔領的象徵 烏克蘭這一次使用了這樣 作為攻擊的目標 當然也是要宣示說在俄烏戰爭 他們還沒有輸 加油 好 當然烏克蘭攻擊的火力 很大一部分是要感謝北約的訓練跟支援 而現在採取是多線作戰的策略 是否也會帶給俄羅斯不小的壓力呢 作恒 好 沒有錯 當然現在反攻的號角 烏克蘭是持續的響起 我們知道在過去當中 有幾次的戰役 看起來是烏克蘭屈居下風 尤其是在阿瓦迪夫卡 俄羅斯他們攻占之後 烏克蘭等於是連續失守了 兩道的防線 現在烏克蘭他們怎麼辦 他們就要投入了多支的精銳部隊 這當中就包含 剛剛加隆也有提到的 是美式的裝備北約清訓旅 不過很多的專家都研判說 他只能夠初步的延遲 俄軍的推進 未來這個緩不濟急 根本的方法還是要 烏軍能夠持續他們的反攻號角 而另一部分 我們關注到在巴赫姆特地區 同樣也是相當的激烈 烏克蘭方面 他們發動了電子戰作為干擾 但是眼下沒有辦法阻止 俄軍的突破 而另外是在伊凡尼夫斯克 烏軍控制的城鎮 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脅 推測說在這個恰索夫亞爾 恐怕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而烏軍現在雖然說 投入了預備隊 但是整個戰況 他們恐怕還是會保留一些實力 所以在2024的部分 戰局恐怕還是 俄軍攻勢多 烏克蘭防守 雙方持續拉局 而烏克蘭其實之前 狀態不是那麼理想 因為吞下太多敗仗了 導致部隊裡面是人心浮動 也接連撤換了好幾位的 地面指揮官 彈藥終於來了 烏克蘭東部戰線 收到國產的120毫米口徑 迫擊炮彈 即時抵禦俄軍的小規模攻勢 只是烏軍仍然普遍缺乏彈藥 對面的二軍明顯比他們火力更加充足 CNN記者在烏東戰線觀察到 讓俄軍平凡開炮 雙方的差距越來越懸殊 烏軍的士氣日漸消磨 烏軍只能高手上為數不多的步兵戰車機動出擊 搭配後排的炮兵火力支援 但面對俄軍的人海戰術撐不了多久 尤其是丟了阿夫迪夫卡要塞之後 防線明顯真空 上週 烏軍陸續撤出阿夫迪夫卡西北部的兩座村莊 沿著溝渠設防 但是俄軍持續推進南北一側的兩座村莊 伯迪奇 托南克快要守不住 眼看節節敗退恐怕連續丟掉四個村莊 西府平平信心喊話 但是已經擋不住前線士兵的質疑聲浪 阿夫迪夫卡撤退兵荒馬亂 基層矛頭指向剛剛取代札盧茲尼 擔任烏軍總司令的瑟爾斯基 太過自信 沒有想到他卻先振錢甩鍋 直指屬下指揮不力 還一連撤換了好幾位旅長 無軍並沒有內鬥的本錢 另外一條戰線的馬林卡附近 俄軍再度插旗佔領了一座城鎮 近來俄軍從北到南在巴赫姆特 阿夫迪夫卡馬林卡發動攻勢 幾乎打出了三個防線的破口 讓烏軍疲於奔命 根本難以互相支援 不過總統澤倫斯基卻說 已經掌握到了俄軍的進攻計劃 發財剛說完 俄軍黑海艦隊一艘2021年才下水服役的巡邏艦 切爾蓋科托夫號傳出遭到烏軍的無人艇重創爆炸 可能是報復俄軍連日來的空襲 南部港都奧德萨 周二清晨遭到俄軍22架無人機襲擊 烏軍攬截了18架 造成多動娛樂設施起火燃燒 幸好當時裡面沒有人 最近平凡遇襲的不只有奧德萨 靠近烏南前線的赫爾松村莊 也看得到俄軍的砲擊越來越平凡 本來居民還能夠喘口氣種洋蔥湖口 但隨著戰況再度緊張 恐怕真的跟烏軍士兵所言 今年會是最難熬的一年 Terry選送不到 但這一場戰爭會不會升級 變成俄羅斯跟歐盟的衝突呢 因為歐盟委員會有一個最新的提案 是要讓整個歐盟區都進入 暫時經濟模式 我們繼續請教作衡 好 沒有錯 剛剛佳容提到 是不是有可能變成歐二的戰士 這個結論恐怕斷清內是不容易的 不過會有這樣的疑問 主要還是因為 我們看到在最新的是 歐盟他們有一個 國防的戰略提案 這提案就提到說 可能要來進入到戰時的經濟了 而這當中就是要推進 國防的整合 而其中我們就看到 有一個指揮官 他講得非常耐人尋味 他說我們不需要受到一些 臨近的其他國家 四年一次的選舉所擾動 那麼就被聯想了 這是不是來禁止川普 如果重返白宮的話 恐怕對後續的俄烏戰士 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而其中在這個提案當中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統籌 各國的軍工採購 要求歐洲的訂單優先 來強化國防自主 來支援烏克蘭 而另一邊 除了這方面來提到之外 還有就是俄羅斯的央行 日前遭到凍結了1900億的資產 現在包含美國和歐洲的處理態度 也是相當不一樣的 美國希望是直接沒收 而歐洲是希望可以放著來 增加利息的收入 用於支援烏克蘭 接下來會不會成為歐二的戰場 現在專家就研判說 不管是馬克宏的派兵說 還是德國是不是要支援 烏克蘭飛彈的錄音 直接交火不容易 但是地緣的政治較量 恐怕才是目前最主要的 看完了歐洲戰爭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也可以掃瞄我左手邊QR Code 下載TVBS的新聞網APP 就能夠一手掌握 櫻花 請問丘陵和高原 哪個是台灣不存在的